世界上又怎會有這麼奇怪的事 我說人們當然是因為太熱 所以在水池浸泡一下 順便收回錢 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 你現在要怕她 怎麼可以不相信她的存在 這些只是少女一個幻想 我就不覺得是幻想 我覺得真的有這個人 跟著寫 不好意思 應該她說才對 經常走路都不大眼 你真的沒事吧? 阿霞 我沒事 你不用擔心 這些是你聽回來的 是又怎樣 那就是 沒有人見過她 我其實都沒有說過我不相信她 那你剛才跟我說過什麼 我只是說出我的感覺 那就是你不相信 對了阿霞 稍後小心點 千萬不要讓攝影機拍到你的正面 記住 一定拍不到 我也沒有想要裝 別這樣 幫我求求你 幫我來一次 不行 你就幫我們 時間太緊迫了 不能再拖下去了 要趕著出去 當我求求你 你答應我扮紅霞吧 麻煩你 你都說得對 那對白很簡單 為什麼你會說不出來 我說不出來 那是什麼意思 我真的很不明白 為什麼要紅霞小姐說這種話 根本就不適合 你又死在誤毀紅霞小姐她 我哪有 那還說不是 我覺得紅霞小姐根本沒有來過這裡 是那個老闆想用她來做宣傳 你不覺得嗎 那我又不覺得 我說她一定有來過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這麼相信這個世界 有一個這樣的人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一定要告訴你 那也是 這個故事真的很令人感動 紅霞小姐是不會說這種話的 你又想怎樣 你又不相信 我真的覺得有些問題 什麼問題 她為什麼要從這裡這麼遠 跑去北海 那個男生不是說了 要證明她很有毅力嗎 用這麼多時間去跑步 不如找一份工作賺錢 娶她就更好 那個男生一向都沒有做事 現在起碼都找到目標 慢慢來 她只是想出風頭 而且還很不切實際 你真的這麼想見到她 我看你也是放棄吧 為什麼你要這樣說 就算是真有其人 她也不是因為你而生存在世上 你不要去找她 以前我都像你這樣 有個偶像 我什麼都學了我的偶像 心目中只有她 但是當我漸漸長大之後 我就聰明了 才不會這樣做 你放棄了你的偶像 沒錯 不過我和你不同 因為她實在很值得我去崇拜 她是一個很難得的人 而且我不會像你這麼容易 三心兩意 笨才, 已經數到二十了 你還要衝嗎 我… 你… 如果你再這樣繼續衝下去的話 一定一定死無三年 正一傻瓜 我差點被你嚇死了 你再這樣搞 我早晚都會死於非命 你嘗試感受這些風 雖然和她 沒有切你任何力量 去完成這個壯舉 不過她也讓你做任何事 變得更加有信心 你現在已經長大了 你以後就可以 向著自己的目標進化了 我還會死了 我會死到你 不以後 其實怎樣